18万亿税收和你我息息相关 不管它税叫什么名义 最后实际上都是我们居民给国家做的贡献 首先先去靠近北欧模式 还是更多的借鉴非北欧模式 房地产税 所得税 消费税可能有什么变化 给它优惠的减税 同时又能够创造新的税收的资源 税收这方面的加计扣除 研发投入多了 实际负担却是降低的 税改怎样完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 首选所得税 尽量不要再抬高地方在政治税里的比重 应该有一个覆盖全民的养老制度 对话 问答财税体制改革 敬请关注 由做一条好轮胎的赛轮集团特别支持 由豪华旗舰MPV全新极客009特别呈现 钱从哪来 钱到底该如何分配 这不仅仅是每一个个体在思考的问题 其实也是国家的财税体系 需要去面对和考虑的问题 二十届三中全会 部署了财税体制改革的重点和方向 今天的节目现场 我们请到了这两位嘉宾 他们是亲历了改革开放以来 我们国家的历次的财税体制改革 欢迎两位 我们想先把互动的机会 交给我们的现场观众 你们觉得在生活当中 我们交的哪些钱 其实跟国家的财税体系是有关系的 就比如我们在实习或者兼职的时候 可能会收到工资 奖金 这样我们就会依法缴纳我们的个人所得税 外出住宿 外出就餐 乘坐各种各样的交通工具 我们还会间接地涉及到增值税 听上去真的是一个税务达人 确实有专业的底子支撑着的 但是我想换一个角度 我们作为纳税人 不要让度利益 交税 我们得到的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 是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那接下来我们就顺着您的观点 让大家来看一看 我们国家的这个税收收入 到底来源于哪几个方面 老百姓可能耳熟能详的 应该是我们的个人所得税 其实我们的税收 无非来自于企业和个人 其实企业交的税 它名义是企业 最后都要落到个人股东 还是回到了人这个基础 只有一个国有资本 或者是集体资本 它是没有个人的 但是它背后也是个人 因为国有资本是代表全体人民的 集体公有资本是代表 那个集体的所有的成员的 所以实际上这个 不管它税叫什么名义 对 最后实际上都是我们居民 给国家做的贡献 今天我们现场请到了三位媒体同仁 所以今天我们来看看 他们的关注点在哪 我特别关注的就是 这一次这个税改与当前的这个经济形势 以及当前的这个财政收入水平和趋势 有没有直接的关系 是首先要确定政府要履行什么职责 而现在我们国家呢 我认为这个对这个职责呀 划分是不是很清晰的 所以呢 首先要确定政府要管什么职责 对居民负责什么职责 再来确定哪些职责由中央政府管 哪些职责由地方政府管 现在这次改革 我认为是最要改革的目的啊 要解决这个问题 93年我们设计94年分税制的税改 要解决一个中央财政的短缺问题 对地方财政的控制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 我们要解决一个包税的制度 因为包税呢 是由你的企业 所跟你主管的地方政府来谈 你交多少税 对于市场经济 它是个不合理的 应该说经过很多年啊 这两个国标都实现了 原来的问题已经解决了 新的问题发生了 还有一种声音 就是要解决地方政府 财政收入困难的这个问题 对 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的收入 是不断下降的 2021年的时候是8.7万亿 到2023年是5.8万亿 这应该说是原因之一 比如说我们作为研究者强调 就是分税制在中央跟省代表 的地方之间一直延续下来了 省以下分税制没真正落实 那么地方就出现了基层困难 还有倚性负债 而地方越来越靠什么呢 房地产领域里开发形成的收入 批租的收入 跟房产这种繁荣程度 相关的很多的税收 支持着它 但在前面 我们出现了房地产 这个波动中间的 地方政府原来非常依仗的 一大块财力 现在走下坡路了 对 那我们接下来也想请两位 带着大家来对比一下 2023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占GDP的比重是17.2% 2023年税收占GDP的比重是14.4% 和西方一些国家相比 我们的税收水平是怎么样的 刚才讲的税收的比重 这里边就没有包括社保的费 我们现在社保收了多少钱呢 社保收了7万多亿啊 所以你拿这个口径 你跟外国比啊 你就很难有一个可比的口径 按照许长刚才说的7万多亿呢 至少要增加6个点以上 对啊 所以就变成20以上了 就是 肯定是 我再补充一点 其实光讲收入还不行 你还得看支出规模 对对 支出规模体上在哪呢 赤字率 对 去年3.8 对 如果你3.8加上去就变成21了 对吧 这个口径的调整呢 还有很多专业知识去对应 我们就抛弃那些不可比的因素 好 就中国本身来说 历年历年来我们看到的这个数据 它是呈现一个上升的趋势 还是下降的趋势呢 我们有一个方针是有减税降费的这样一个政策 比如说营业税改增值税 这就减税 是吧 比如说我们这个降低这个增值税税率 还有我们个人所得税增加扣除标准 增加扣除项目 这都是减税 另外有一种收收减少呢 是市场决定的 就是土地使用费 在这个背后会不会有一种矛盾 或者说是尴尬老龄化的社会 需要大量的来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 但是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 减税降负就是大家所希望看到的 我的看法 我认为还是要先解决政府的职责问题 现在地方政府这个收入占50稍多一点 支出占85 86 这里头我就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就是我们的养老制度 养老制度我们是分省统筹 这个是完全跟市场经济是不协调的 养老应该是全国中央政府管的 统一的一盘企业 统一的全国管的 但是我们98年因为种种原因 当时98年中央财政也没有能力 所以我们搞了一个分省统筹 有的地方分省 他说你中央没有钱分省 我省里钱也不够 我就分市 我市里不够 我就分到甚至还分到县里边去 结果这种按照地区搞养老制度 受损失最大的是 跨行政区划的就业人员 特别是农民工 对 因为他在这个地方交了钱 他回去很难领到他的养老金 用不了了 应该把收的税 就是养老费和他的支出 都应该纳入中央财政的范围 我们现在信息系统 在全国已经没有问题了 对 你在任何地方交了钱 你在这儿交在那儿交 最后你到你退休养老的地方 你去领钱 这个信息系统已经没有问题了 已经不存在地域的障碍了 对了 因为交养老金 一个是企业交 一个是个人交 如果交这个负担要是很重 影响到企业的发展了 那你企业不发展 你税源就少了 那么政府要考虑平衡 就是还让企业能发展 还让养老金领到一个适当的水平 政府说我太难了 一方面促进经济发展 要增加收入 但是对企业和促进经济发展来说 减税降费 这也是势在必行 在我们还没有进入 发达经济体的状态的 这样的一个限界看 我们的所谓宏观税赋 现在不能说像有人所说的过高 有一种观点说叫下行了 对 就是发展中国家 平均水平是30%出头 我们前几年大概就是这个水平 而发达经济体 一般都是40%以上 最典型的福利国家 北欧这几个国家 他们要接近50% 他们的福利国家的概念 老百姓一听特别高兴 叫做从摇篮到坟墓 国家全包了 全包了 但是它客观上讲 在它的创新的活力 就比不了美国 对 美国它的创新活力比较强的 跟它这个更多的 强调个人奋斗 适当的容忍 GV去数比较高 还是有关系的 我们到底是 首先先去靠近北欧模式 还是更多的借鉴 非北欧模式 其实这是要权衡的 接下来来问两个一个问题 经过这次税改 我们交的税 是变多了呢 还是变少了呢 要具体看看 个人所得税 还要进一步的优化 但是大的方向是什么呢 还是要对于中低收入阶层 适当地减轻税负 但是综合的税机 可能要有所扩大 对于那种 先富起来的人群 可能就有适当地 提高税负的问题了 所以每个人不一样 每个人不一样 企业也是这样 我是搞这个绿色低碳发展的 有很多的税收优惠 如果我这个企业 特别愿意做研发 这是许徐长那时候 多年以前研究所就专门说过 研发的借鉴工具经验 我们自己说的 有一个税收这方面的加计扣除 对 研发投入多了 实际负担却是降低的 在二十届三中全会的文件当中 我注意到有一个提法 说到要健全直接税体系 既然我们提到了直接税 一定也有间接税 这两种的区别是什么 直接税就是个人所得税 企业所得税 加上社保税 这就是直接税 间接税呢 现在主要是增值税和消费税 我先说说直接税 我认为我们这养老金的 征收和领取 我觉得应该列入 我们最优先改革的内容 我们按照我们的法律规定 是企业的职工 都要进入一个 叫城镇职工的社保 养老 但是我们现在还有很多企业职工 没有进入 特别是这种灵活就业的 就像这个 这个棋手啊 这很多这样的 甚至都是说上千万人 再过上二十年 我们就会有这么一个群体 庞大的群体 他一分钱没有养老金 我们职工还是少啊 非职工还是多啊 我们特别是农民 应该有一个覆盖全民的养老制度 就是不管你是高收入 低收入 你是农民 你是城镇职工 你是什么人 国家给你提供一个 最基本的养老金 就是你到你退休的时候 你不会陷入贫困 这个我觉得是我们养老制度 应该首先考虑的一个因素 刚才徐医长说的呢 现行的那个直接税 可以认为就是这三种了 无险一金不叫税 实际上相当于是直接税 那么远景上来看呢 中央说的提高直接税比重 还涉及到改革以后 要碰到的问题 一个是现在只有上海 重庆两地试点的房地产税 另外一个呢 有中央文件说的 研究开征的遗产和赠予税 那么这两个税种都是财产税 其实您刚才提到的 这个房产税已经说了好多年了 老百姓也非常的关心 那今天在现场的观众当中 有没有人关心房产税的 二位老师好 我想问的问题是 当今中国家庭财富当中 大约有60%以上为房产 然而目前房产税 仅在部分地区展开试点工作 请问老师是如何看待 房产税的推广速度 是否认为应当加快推广 谢谢 贾老师 这可能是有争议的问题了 对 据我所知 我跟许长观点就不一致 是吗 咱们可以讨论讨论 您的态度是什么 是要加快 我先得说一句 就是所谓房产税和房地产税 这两个概念是不一样的 中国过去立法里的房产税 是指对经营性的房产开征 86年的时候 西泽上它把原来不纳入的 消费住房也拉进来了 2021年8月份 中央政治局开会特别强调 推进共同富裕 后面的有关部门曾经明确地说 在国家层面要积极稳妥推进房地产税立法 但是2021年年底的时候出现三重压力 就没有真正做试点扩为的时机了 一直到现在 这一次的三中全会在财税的这个 专门的这个部分里边没提房地产税 那么有的读者就说 那中央好像不提这个事了 但你继续往下看 到第44条时候出来了 完善房地产税制度 这个还是要持续完善下去的一个税制 中央这个态度还是没变 可以理解现在不具备 马上考虑房地产税改革试点扩为的这个时机 这个我想问一下 地方政府的土地收账收入 其实是急剧下降的 那它能不能通过 扩大这个房产税的这个征收范围 然后呢让地方政府的这部分财力 能够没那么紧张 最简单的说 就是现在的时机不具备 所以谈不上扩大房地产税 这个收入来源支持地方政府 克服财力困难 但我强调这个方向是没有变的 房地产整个领域里边 如果筑底回暖 时机来了以后 深圳打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先行示范区 是不是应该带这个头 海南要建设全球最大规模的 自由贸易港区 是不是要考虑 浙江中央说要在全国率先实现共同富裕 那它是不是在这方面也得考虑 这都可以讨论的问题 是 据说 许局长 您的观点跟刚才我们听到的不一样 是吗 对 是 你叫房产税 叫房地产税也好 它是个财产税 财产税是跟所有者收的 但是我们国家的国情 跟很多国家是不一样的 我们就是你买了房子那个土地也是国家左右 而且你已经交了70年的使用费 那个土地就房价里边那个土地的部分 所有权不是你的 所以如果从法理上说 你对财产征税 只能对财产所有者征税 或者说你把土地的部分剔除 我只算我建筑物的这个价格 那么这是买房的人私有的 他交这个税没有问题 这是在法理上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你把房价里边 包括土地70年使用费 放在一起来征收房地产税 我觉得这个是不符合基本的法理的 需要跟许局长回应一下 许局长讲的这个就是终极产权 它是一个征税的依据 因为土地是国有的 所以你只能对房产征税 不能对房地产征税 这个名义上是可以调整的 那么最典型的特别行政区香港 它的土地终极产权 从来就没有私有过 但它早早就开征拆想 就相当于咱们现在说到的房地产税 它拆想也很形象 你住在这儿 警察来负责你的安全 政府派的警察是要当差 发想的 所以你住在这儿 哪怕地皮不是你的 你也要交拆想这个房地产税 来维系这个有效功力 所以其实它是起了另外一个名字 我跟你说 我到香港去考察过 我就问过他们 我说你们这个为什么叫拆想 他们说就是他们在立法的时候 法律专家不同意叫房地产税 对 说你叫个目的税 我就拿这个税机来征 那你想怎么征都行 我不管征税的税机是什么 对 他们本来讨论也是想 一开始想叫房地产 但是在立法过程中间 法学界就坚决不同意你用房地产税 所以这个名称是可以另外考虑的 比如美国它通行的叫什么 叫财产税或者叫做不动产税 日本叫固定资产投资税 专指你那个住房 它是这个税 就选择了一个不会被直接吐槽的一个名字 英国的那个consultax可以翻译为市政税 名称怎么定 没关系 可以多样化 对 那这样我们 我跟徐长又统一去了 对对对 房产毕竟也是财产 但是物权法说了 房产下面的地皮不是你的 但是你的房产叫做用意物权 到了40年或70年到期的时候 有一个原则的说法 到期的时候一般情况之下 用意物权可以展期 就是个办手续 可能要办个结婚证那样的一个公本费了 但是需要立法进一步细化 才能使大家解除这个后顾之忧 我想问一个问题 其实把个人所得税拆开来看 劳动所得的这个最高边际税率 其实是要高于我们非劳动所得的税率的 非劳动所得包括资本所得 经营所得 财产所得 我们是不是有一些更多的一些改善的空间 我觉得这个个人所得税吧 我们最高税率是在全世界都是很高的 实际上呢 我了解呀 很多这个税率的高 并没有起到调节这个高收入的作用 很有水平的人 他能够挣到高薪 他跟企业来入职的时候 他谈的是我税后要多少钱 所以你说45的税也好 35的税也好 反正我不管 我就管我要这么多钱 所以公司就只能把这个 以税率加高的部分 记住他的名义公司 实际上是增加了企业的成本 那改革之后会发生什么改变呢 改革我认为就是最高税 边际税率一定要降低 高税率本来是想调节高收入的人的收入 结果事实上没有调节高收 调节了那个企业的收入了 我们现在跟外国企业这个竞争 高科技企业的人的工资 就是比一般企业要高很多 现在我知道很多就是他到香港去 因为现在网上工作呀 我在香港15%的税率 我为什么一定要在上海在北京做呢 他到香港去了 15%税都交给香港了 你内地你一分钱税收不着 这两者的税率还是差别非常大 那当然 你15和45你想想 他的工薪不是十万百万的问题 那都是上千万 那你要不给他钱 他不给你干给别人干 对 咱们争夺这些人是非常难的 很不容易的 他得承认有一个进步 就是说了好多年的综合的税机 终于出来了 18年把四种劳动收入综合在一起了 工薪收入 这是过去接受 九级超额累金税率调节的 这是好像调节力度 随着你收入上升 它就加大 一直跳到45% 最高边际税率 最高 原来呢 实际上14%的税率的稿酬 纳入综合税机 对 原来的20%的劳务收入 纳入综合税机 还有特许元收入 纳入以后 年收入超过96万的 马上就碰到45% 对啊 这个看起来呢 这叫抽肥了 但抽的全都是名义上的 创新型的知识分子 专家团队的钱 实际上就是徐这样说的 对 这些人你要想 高科技把他留住啊 企业就得给他加薪 让他维持实际收入无变 对 企业的支出成本 苦的是高科技企业 对 美国的有很多企业和交税的优惠证 资本利润率超过10% 以上的我都免企业所得税 他认为超过10%的部分 都是无形资产 他为了鼓励企业发展 企业所得税不争 这是一种保护 所以我们怎么样考虑 就是涵养税源 你就要给他优惠 他减税 同时又能够创造新的税收的资源 这两个怎么平衡 我觉得现在对我们来说 这要好好的研究 这是考验我们的一个时刻 对 税制本身形成了对于劳动收入的歧视 非劳动收入一分钱都不纳入超额累进税率 那么有人说 这个不是有钱人也一块被调节 对不起 人家没有必要给自己开那么高的工资 他可以很轻易地避税 就是 有的非常大的企业的掌门人说 我一年只给自己开一块钱的工资 人说这是高风亮节 其实哪是高风亮节 他自己跟家人一年可以几次出国 所有的费用打入他的成本开支 生产成本当中 他那边的调节落不下来 那么逼出了一个打补丁的事 很快就来了 这个越岗大湾区 咱们本土的部分 国务院同意 以这种税收返还的形式 把外国专家的编辑税率压回15% 对 然后海南国务院同意 把本土专家一起拉进来 压回15% 然后深圳坐不住了 又确立一个自己出钱的一个财政基金 把本土专家也压回到25% 这个会不会随着税改力度的推进 在更大的范围内推广开来 所以我觉得新一轮的税制改革里边 个人所得税这个直接税 要好好研究 要好好研究 最高边际税率一定要往下压 对 45%是太高了 那么黄熙帆同志说 最好能压到跟企业所得税的标准税率 拉齐25% 能不能够一步做到 一步做不到 你分步做 反正这个方向是必须得肯定的 发达国家 他们早就碰到这个问题 所以人家有这个制度 什么制度呢 就是比如说 我有钱买别墅 你这个别墅 除了你们家人住以外 你还在别墅里边 招待一些客户 有些商业活动 好 我给你核定 你这别墅 比如说 70%是你私人消费 30%算你商业消费 因此 私人消费的钱 要先做你个人收入 然后你交个人所得税 企业这部分 它的成本就降低了 是 费用少了 它企业所得税也要多交 这样的话就 又能增加企业所得税 又能增加个人所得税 我觉得这是应该 我们要学习这个发达国家 这是一个非常合理的制度 还有一个税 其实也跟我们大家 有很密切的关系 就是消费税 现在我们看到的消费税 它是在生产环节征收的 但是在我们看到的文件当中 是这么表述的 把征收环节 后移到批发和零售环节 这个其实是消费税改革的一个核心了 消费税当时94年 首先定为中央税 跟你地方无关 中央独享 全是中央税 主要是四个税目 一个是烟 一个是酒 一个是车 汽车摩托车 一个是汽油缠油 现在这四个里头 我认为 得让消费地方的政府 能够从鼓励消费中间 政府也要获益 其实我们关注点就在于 你都移到我们消费端了 甚至是零售端 那可能是遍布在大街小巷里的 会不会 其实也会造成一些 投税落税的现象 我认为至少有两个税 现在在征收管理上没有问题 一个就是车辆 不管汽车摩托车 因为我们上牌子 是由地方管的 地方来发的 所以你那个车 你不上牌子 你能开出去吗 所以在上牌子的时候 让你把这个税交掉 这样的话你就不会漏税 第二个呢 就是这个汽油柴油 那加油枪所在地 已经都完全在信息统上 都能够掌握 因此呢 这个我觉得由地方来收 在征收管理上也没有问题 唯独一个难办的是酒 因为烟啊 烟厂是控制很严的 不是你想办烟就办烟 但是酒厂没有限制 烟叫专卖 酒没有专卖 对 所以酒厂啊 太分散 所以你想到每个酒 到它卖的地方去管理 它又没有这信息系统 消费税已经是我们的 第三大的一个税种了 但是我想问的是 我们是希望把消费税 划转到地方 是增加地方的自主财政 地方还有转移支付呢 这个转移支付的量会更大 那这个地方 对于消费税划转到地方 它的积极性啊 或者它的态度 可能会是怎么样呢 我倒觉得就是 这场改革我觉得是很好 不但说是给地方钱的问题 是鼓励地方政府来推动 在它本地的消费 它要想办法让人在本地多买车 调动消费潜力 这样地方政府积极性就高一点 你现在我给你卖那么多 你工厂的收了 到我这儿我啥也没有 都归你了 是 如果放到零售环节 这几个东西啊 那上万亿加在一起啊 你要市长 你就得想办法在你的本地 他们就有积极性 就有积极性 就高一点了至少 我再补充一点探讨性的观点 就是烟和酒 老百姓过日子离不开 但他们都有副作用 这里边烟和酒的调节呢 它是在学书上讲 有一个所谓欲禁于争的调节目的 禁不是完全给它封住 不是封杀 但是是减少它的生产和消费 所以现在就有一种意见 地方有经济性了 让烟卖的更多 酒卖的更多 它的副作用是不是也就上来了 这个也得考虑 所以这个事情啊 通谈考虑 看看管理部门怎么权衡了 我的问题是 将来我们购买很多东西 是不是要多交一笔消费税 那这样的话 会不会抑制消费 反而达不到刺激消费的效果呢 谢谢 这个问题很好 到底是推动了消费 还是抑制了消费 如果从这个税负 从开始的出厂环节 平移到消费环节来说 它没什么影响 但实际上呢 确实有一个 在中间环节加价以后 到最后 虽然是价内税呢 可能会促使物价有所上升 但是呢 如果有比较充分的竞争呢 又可以抑制这种过度的提价 可能就得看各个地方的 它的那个供需关系 在这里边能够使价位演变到 什么样一个状态上 我问个问题吧 这一轮的消费税改革 会不会有新的扩大这个 征税的范围 大概能有增加多少的税收 聚制药喝摘药 对话由赤水和上游 高端酱酒摘药酒 独家冠名播出 其实早就有讨论 是吧 就是15种税募 哪些可以考虑退出 对 另外增加什么进来 现在说这个调节 如果说需要增加什么呢 我记得有人就讲了 你已经调节了游艇 是不是还应该调节私人飞机 但是私人飞机进来以后呢 你说能增加多少税收 未必进行消费呢 税源不大 税源不大 它但是是个政府的态度 有人还说 对于一些高档服务 比如说很高档的业总会 对业总会的消费 要增加个消费税 也有这种意见 我是不是能这么理解 就是消费税的调整 哪些纳入侦收范围 哪些移出侦收范围 是一个动态调整的过程 对的 还是态度上 就是想让它受到一些制约 就不太鼓励的 就是纳入到消费税范围之内 谢谢 大家都知道 这次的税改的关键 或者说重头戏 就是要完善 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关系 我们看到 转移支付占地方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重 从2017年的36.44%到2022年的47.13% 肯定是地方对中央的依赖度提高了 就是这个比例是过高的 但是不是简单的说 因为地方支出比例80多 它收入50 所以我们就要把中央收入给地方化一部分 来缓解它这个 还是刚才我说的 还得先确定它的职责 比如说 养老由中央负责 所有这部分收入都归中央 那么中央现在转移支付给养老的有几千亿 这是不用转移支付了 首先有原则就是中央要控制地方 这个不能变 但是你控制的力度 控制的数量 还控制的这个渠道 那还是可以有很多考虑的 我们是不是可以明确地划出 哪些税应该归中央 哪些税应该来归地方 如果这个税机是跨行政区化的 应该归中央 如果这税机是地方性的 这个税就可以归地方 这个有点像咱们刚才聊过的消费税 对 它就下化到了地方 因为它的这个税机可能去到了地方了 有些事情是没有争议的 比如说关税 关税认为就是中央税 因为它是一个主权国家 中央来掌控全局 那么咱们讨论的那个房地产税叫什么 另说 但是它那个税种是一定归地方的 它没有外溢性 它就在地方辖区之内 它跑不了的 现在难在就是中央这次又提出 还要优化共享税的比重 中央地方都高度依赖共享税 对 第一大税现在变成对半分 是吧 然后呢 企业所得税 个人所得税 合在一起 中央拿60% 地方拿40% 对 这个现在看来得调整 是吧 我自己感觉呢 如果说要调的话 还是首选所得税 尽量不要再抬高地方 在增值税里的比重了 你提高比重 地方会更起劲地考虑什么呢 在自己辖区之内建企业 这个企业不论赚钱不赚钱 首先它只要一开工 就有增值税 但是成了它的裁员建设了 不要让它那么一个劲 起劲地去搞生产建设 招商引资 对 更多它应该做公共服务 所以这个税机的配置 跟职能优化呢 它是有内在关联的 我在想就是说 无论对哪个国家来讲 那你中央如果不集中管理的话 可能不利于形成全国统一市场 对 如果中央管的过多 那你就不利于地方发挥积极性 那现在的问题有可能就是 我们地方的财力它不足 但是它的市圈它是很大 中央省县 税收的一个比例分配应该怎样 并不能说这个调整啊 就一定是地方钱就多了 中央钱就少了 要看你最后确定的职责 和它的财政的分配 财政决定 还是事权和财权 对 我认为是要出现一个新的结构 新的比例 这一轮财税改革吧 我觉得难度也不小 因为你要确定事权 在确定事权的前提下 再来确定收入归属 而且也会引起地方利益的调整 政府部门利益的调整 对 比如说养老要归中央了 那你人社部这个系统啊 就得垂直啊 还得重建可能 对 你得垂直成中央机构啊 就跟原来国社局一样啊 你要是地方机构 你说这个养老垂直 算中央职能 那它怎么执行啊 现在养老的这个养老金吧 施求是说 落后地区的农民工 到发达地区打工 实际上把很多的养老金 就留在了发达的地方 所以你要改成全国统筹了 至少像广东啊 什么福建啊 浙江啊 上海啊 或者是这些农民工多的地方 它的养老金啊 这部分红利就没了 所以这个制度 那也涉及到地方这间的 利益的转移问题 有些事权很清楚 没有争议 外交 国防 中央事权 对吧 地方治安 地方事权 那么剩下的呢 义务教育也好 环境保护也好 什么公共交通体系也好 医疗保障也好 它是要中央地方 共同承担的 现在陆续发的文件呢 是把这每一个 分文别类的具体事权呢 在全国分成几大类地区 这里边呢 共同承担的支出责任 就得量化了 比如具体 义务教育这方面 到了青海 西藏 可能就是中央要承担 90%甚至95% 到了北京 上海 可能中央只承担 10%甚至只承担 5% 事权的一览表 跟支出责任 明媳单还没有 做到全覆盖 可能还有争议 比如说 经济案件 司法审判权的事权 到底怎么办 在事权合理化这方面 不是简单地讲 是走集权之路 还是分权之路 就是想怎么合理化 在谋划这一轮新的 财税体制改革的过程当中 相关的财政政策 也引发了一轮又一轮的热议 我们国家已经发行了 77次的超长期特别国债 总规模达到了3080亿 对 一年一万亿的这个规模 您觉得是大还是小 现在应该看 进度有点滞后 您还觉得 对不到7月份了 一万亿才发了三分之一出去 它的运行 现在在扩大内需 扩大内需这方面 它可以对冲一些物价 往下走的压力 现在不担心通胀 担心的是通缩 所以超长期特别国债 50年 那个环本付息 到以后压力 会非常的不足挂齿了 这个时间换空间的 忽略不进了 但现实的好处出来了 对经济的内需 做网上的托局 今年是第一年以后 还有多轮发行 应该做得更积极一些 目前呢 我注意到 国家出台了 以新的政策来刺激消费 大家对收入的预期较低 不宜进行花大价钱消费 然后我注意到 有经济学家提出 来发钱 来刺激消费 对于这个现象 二位老师 你们有什么看法呢 其实有数据 也印证了 你刚才的这种说法 在广义货币M2当中 来自企业和居民的存款 是占绝大部分的 而且今年我们M2的余额 已经超高了 到300万亿了 我知道不止一个专家 提出这个建议 就是发消费券 他认为 现在的国债呢 是这个用于政府开支 包括国营企业投资什么的 但是老百姓的消费 是没有多大作用 作用是不大的 所以你给老百姓 一个消费券 当然老百姓要 在你的限期内 不要把它花掉 花掉呢 那你企业就可以多生产 然后生产了 还可以收税 但是呢 这个问题吧 我是认为 消费券实际上 也是一个负债 消费券实际上是 政府的一个支出 一个形式 居民必须把它花掉 不花掉 你就丧失这个权益 过期作废的一个权益 过期作废 消费券一定有限期的 所以它不是一个 天上掉的馅饼 等于是政府的债务 刚才许一这样说的呢 是等于是 限期花出去的贷金券 对 对吧 但是在中国实践中间 另外一种是政府跟企业 合在一起的优惠券 它也叫消费券 另外还有一种消费券 叫什么呢 实际上就是直升飞机撒钱 这个是很多人赞成 这种直升飞机撒钱 在海外 在国际上都有先例 但我认为在中国不行 为什么在中国不行 在中国 一个是我们没有这样的实力 14亿人 你给美人发多少钱 对吧 你算算这个账 你发这个钱靠什么呢 从机制来说 在中国没有 美国那种硬通风和霸权 是不能简单仿效的 另外一个 有什么必要给富豪 跟这个低收入阶层 一样美人发一份钱呢 能不能区分 在低收入阶层那个地方 画一条线 那这个线以下的人给他发 似乎就比较合理 但这又带来新的问题 这条线你怎么画 定在哪啊 你定了 哪怕你定出来 这一个人他认不认 对 你是必须的人均可支配收入 你不能说他的工资收入 你如果发现金呢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确实一些低中收入阶层 他拿了现金以后 他可能自己啊 钱被人家骗走了 或者他自己一高兴 一顿大酒给喝掉很多 甚至参加赌博去了 都有可能 我建议就是参考 美国另外一种办法 叫做coupon 美国它是把低收入阶层 画一条线 有这个带金券的 只能到政府指定的超市里 去买基本生活用品 主要是食品 有那种一个单亲母亲 带着四五个孩子 推着那个购壶车 在超市里把面包牛奶鸡蛋 都放进去 满满一车 然后到出口那儿 叉叉叉 数他那个coupon 这是我亲眼见到的情景 所以这种coupon式的 这种控制呢 是有道理的 但是你还得小心点 中国这个coupon出来以后 还可能出来一个黄牛市场 加价倒败 我收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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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到2023年 我们国家的这个赤字规模 是4.16万亿 那通过赤字 我们获得的这部分的 财政收入的增长 怎么用 会更合理 更好一些 刚才我们探讨的消费券 可能是其中的一种思路吧 我知道的一个数据 现在就是 从今年 国有资本的投资的比重 占到总投资比重的60% 投资啊 因为国营企业投资 主要都是基础设施 对就业的增长是不多的 特别从这个大学毕业生 现在情况来看 就是20多岁 是吧 就业情况非常困难 所以现在咱们 鼓励民营企业投资呢 就希望能够在就业增长上 能够发挥作用 这次三中全会呢 特别提出来 还是要坚持 毫不动摇的鼓励民营企业发展 中央的一个表述 值得我们深刻领会 就是消费是基础 但有效投资是关键 刚才同学提到 有人说 政府给所有人发钱就行了 这一次性的 能够刺激一点 形成一点消费以后 它没有源头活水 对 源头活水一定是有效投资 有效投资 刚才许一长很好的强调了 投资的结构还得优化 因为大家都知道了 整个现在中国新增就业的 80%到90% 甚至更高 都是民营经济提供的就业机会 而就业机会呢 是使老百姓有稳定的收入 敢花钱 它的前提条件 有自己收入以后 接着去花钱 还得配上收货保障 解除它后顾之忧 把这个全配齐了 这个消费 它的支撑力 作为基础作用 才能够不断地体现出来 财税体制改革 看似遥远 其实通过这期节目 您会发现 它就在我们的身边 我们期待着通过 新一轮的财税体制改革 可以为我们的国家治理 为我们的民生福祉 提供更多新的力量 这里是对话 谢谢各位的收看 谢谢两位嘉宾的光临 也谢谢我们三位媒体同仁 和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的 各位观众朋友 谢谢大家收看 下周通知时间再见 谢谢大家